因为原子少年超高人气 见面会门票不仅高价还一票篮球 但是这次粉丝们有福了 iPhone Center中心音乐节 将在7月15日到8月7日 举办长达24天的活动 粉丝们可以不花一分钱 就能和原子少年近距离接触 决赛结束后 少年们纷纷开启公众模式 拍写真拍广告 拍篮曲开演唱会忙得停不下来 当然随着成员们的人气越高 活动越多 粉丝们与他们见面的机会也就越多了 目前已经确定出演音乐节的 有火星队以及最受欢迎的小孩儿林嘉诚 在最新一期《原子少年》里 火星队表演的望望不可能一例 但遗憾的是只获得了77.8分 是最后一名惨遭淘汰 火星淘汰后 许多成员和粉丝们都依依不舍 导师坤达更是直接落泪 如今大家可以在音乐节上 再次见到火星了 这次他们还是打头阵 想一想就好 令人开心 林嘉诚之前因为肠胃炎工作停摆 现在也确定全运会出席 加上超高人气的小孩 这个阵容真的好厉害 你们期待一名偶像的见面吗